我要回台灣過年了 我家人都沒有人知道 我就是要回去了 好不好 爸爸媽媽不要再生氣了 不要再問我說我怎麼不回家 這段應該 這段應該我媽又會去四年了 希望你們心臟附和得了 我是一個驚喜 看已經到機場 就點的是Gluton Free 台北Final Call 趕上了 第一次有先餐 我現在比較想 我等一下晚餐要吃著生泡 我們現在到家了 到家了 非常緊張 換我要進去 換我要進去 欸 大佼頭在家喔 欸 大佼頭在家喔 等一下要從這邊打開 放行李就會被我們嚇到 哈囉 欸 坐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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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台灣前再來吃一次 土耳其餐 應該算是阿拉伯餐 然後這個是土耳其咖啡 不知道怎麼點的人 可以點這個 然後它就是 油蛋 然後素食的 那個 Homers 然後還有一個 Warm 就是這種土耳其烤肉 有點像沙威瑪 然後還有點一個 附近 然後朋友點了一個 Mint Tea 就是薄荷茶 裡面那個都是薄荷葉 它這個綠色辣椒真的超讚的 Homers也是 這三樣我覺得是必點 來這一間店必點的 的 這個湖們真的超讚的 Homers也是 Homers也是 蘸姆 Homers也是 有一個 Homers是 土耳其咖啡有一個 杯子裡面都是磨好咖啡粉跟水一起煮 然後咖啡粉很細很細 所以你就把它倒倒 這裡面之後呢 它可能有一些粉就會在杯底下沉澱 那把這杯喝完之後 把這個杯子倒過來放在盤子上 然後整個15分鐘 咖啡粉的液體就會在這個杯子上有一些花紋 然後聽說呢 他們就是會用這個花紋來算命 悲劇又發生了 剛剛我的朋友在一起來試說 這個杯子呢 要怎麼樣把它翻過來 然後他就說那他幫我翻 然後翻一個就整個咖啡的那個渣渣都留在外面了 然後我已經可以看到我的未來是電郎級 哇好煩喔 嗨大家又回來了 這個影片的主題就是 我要回台灣過年了 非常快的開頭有過白痴了 重點是我其實昨天才決定我要回家過年 因為反正就是呢就是有一個long story這樣 其實我今年原本是沒有計劃要回台灣過年的 就是這幾年都一直這樣子到處跑來跑去 最近五年內在台灣過年應該就是去年而已 其實我們家一直都還蠻重視就是過年節慶這種大家一起慶祝的感覺 然後呢這一次會這麼臨時的決定要回台灣過年 是因為這陣子剛好有一個小決定 這個小變動呢讓我這一段時間會回家過年 重點是我沒有跟我的家人說我要回去 我沒有跟我爸媽說 這一個影片其實最主要會決定要回家過年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前陣子跟我媽吵架 也不是吵架啦我們就是觀念溝通這樣子 然後溝通的不是太順利 所以他這陣子好像不是很開心 然後所以我才決定說那既然我這段時間有空下來 那我就決定就直接回家過年 我禮拜五確定然後我禮拜一就要打擊了 好啦反正就是呢這個影片主要的主題就是 我要回台灣過年然後我要給我爸媽一個驚喜 我家人都沒有人知道 知道的人就只有那個跟我去歐洲玩的妹妹 應該是說我陪他去歐洲玩的那個妹妹還有我哥 然後呢我們目前有預想兩個 就是可能可以給我媽驚喜的那個場景 第一個就是我跟我哥同樣搭同一班高鐵回去 然後第二個可能性就是我哥可能比我早點回家 因為我還其實不確定我幾點可以搭到車 然後等我搭到車要回去的時候 可能我哥跟我妹在一起出來載我 好啦反正就是我們到時候看 見機行事要怎麼樣給我爸跟我媽一個驚喜 爸爸媽媽我要回台灣過年了好不好 沒有要在Long Luland了 不要再問我說為什麼不回家 希望你們心臟附和得了我這個驚喜 就是我們開始這樣子 整理得差不多了 可是行李還好空 這邊裝扮了 這邊還很空 早安 我現在在我們家附近的公車站了 然後等一下要出發去機場 又在下雨了 英國天氣 早安 早安 我現在已經到機場了 然後目前的時間是9點多 我的飛機是下午1點多快2點 然後我還蠻早來的 想說不知道機場會不會很多人 然後在家沒什麼事 所以我們就早點來了 看就是在等那個check-in的櫃檯開 它大概飛6個小時到杜拜 然後2個小時的轉機 再好像6-7個小時了 然後就會到台灣了 我媽昨天就問我說 我如果今年要再回去 過年還來得及喔 因為今天16號嘛 然後過年是21號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沒有啦 但是明天下我就會到台灣了 不知道她會不會下一個太大禮 拿到boarding pass了 出發 阿聯球搭這麼多次 這次點一次 點一下不一樣餐 這次點的是gruten free 就是無膚質的 飯跟肉 然後還有一些水果 還不錯喔 然後其實阿聯球還有很多其他的餐 什麼印度素食餐 我下一趟就是點印度素食餐 這個我反而覺得還不錯耶 當然就是很簡單的 飯然後香料雞肉 然後有一點番茄醬醬 然後有一點番茄醬醬 然後我剛剛肉講了一個 就是現在阿聯球上面都不會提供資本的菜單了 就是你上機然後起飛之後 它好像就會開啟就是 Wi-Fi看菜單的功能 然後你就可以用手機上去看他們有沒有什麼菜單 然後等到發餐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跟那個人點餐 或者是哪一個人也會問你說 你有需要就是什麼樣子的餐點 就是通常主餐就兩種嘛 這樣子 然後就是會簡單的跟你說一下 說有什麼口味跟什麼口味這樣子 台北Final Call趕上了 等一下就要一直戴著口罩 好帶到下飛機然後搭高鐵再回家才可以拿起來吧 這個應該是飲嘴豆的咖哩 那好像是一種烤餅 咖哩味超重的 它的餅就是一種香料的味道而已 餅皮QQ的 但它的咖哩好鹹喔 這一盒小盒的看起來有點像麵線 還怎麼麵 麵類的喔 吃不出來耶 但是怎麼有點甜甜的 也不像甜點 好啦 反正咖哩的味道還不錯 只是有點鹹 整體來說 普普通通 如果吃很鹹的人可以試試看 然後沒想到還有一餐 最後一餐 聞起來也是咖哩口味的 兩個醬的口感吃起來都差不多耶 不知道在吃什麼 就是香料咖哩味 沒有到很喜歡 沒有什麼喝水 一直吃很鹹的東西都吃不下 然後我想說今天好像也沒事情 所以我就決定 直接從彰化衝桃園機場去載它街機 希望呢等等它不會直接衝去高鐵站要坐車 我堵得到它 敬請期待囉 到街機大廳了 它搭這一台 陸拜 1K396 我看到它 我拿它 蛤 那個咧 Boring 它是近視 但是 我就找了 啊 蛤 蛤 蛤 太天空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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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預計五點多快六點會到家 然後呢我們剛剛想了一個 要怎麼surprise的一個場景 妹妹就說她要先去我家敲門 然後就看就是先拿相機在裡面等這樣 然後她可能就在裡面跟我媽聊一下天 然後我哥在忽然出現這樣 在敲門然後再忽然出現這樣 然後我就最後一個出現這樣 但是說無敵的呀 大家都在外面倒垃圾聊天什麼的 然後根本車子開過去就看到了 我們現在到家了到家了非常緊張 他們兩個要先進去 你先看有人在外面嗎 他們兩個先進去了 沒有鎖 看我把誰送回來 那你不是有點半 沒有啊我沒有說幾點 你今天跟彥如去逛街啊 講說什麼 我想說你是 大小小睡著睡著睡著瓶 不知道他哪怕 我想說他應該睡覺睡到不知道幾點 換我要進去 妳可以在晚上那邊不要回來 我跟她說要回來講話 很好 所以你們兩個都會有 你們在外面吃嗎 大家是在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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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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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那麼不 這樣 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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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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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是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YouTube会爆红 什么情况啊 大哥要放六天 但是他说今天不一定什么时候啊 到晚了也说不快回来 我开 大佛在家喔 要早吃第二个 新年快乐 要早吃第二个 要早吃第二个 然后放回去房学会 把他抬 以后跟你出门了 不能出门 我出门了 我们现在来高铁站 要载一个从台北回来的阿姨 然后我躲在后车厢这里 然后从这边打开 放行李就会被我吓到 你趁着 他就突然从这边这样立过来 然后我躲在这里 然后拍一趟 然后他们了解 可是每个人都跑 我打到稍微彩回来 因为我们从这里 哈囉 哈囉 哈哈哈哈 新年快乐 哈哈哈哈 我的朋友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新年快乐啊 哈哈哈哈 有没有准备我的红包啊 哈哈哈哈 太可怕了吧 太可怕 我是到哪里去玩的吗 哈哈哈哈 我来欧洲玩 哈哈 来欧洲玩 来欧洲玩 现在有另外一个阿姨要来了 现在? Gina 没有凉备了吧 是啊 F oddly 有没有凉备了 吃 Scrsee 快乐 还是 loyalty 謝謝 現在要放下午就嗎 哈囉 就嗎 我要是給大家驚嚇喔 對啊 我現在在我外公家 然後我兩個舅舅 還不找我回來 應該不知道吧 我放沒有其他人跟他講 然後好像有一個舅舅在外面 我在找時機要跑出去 我媽說她先下去看一下 然後再來跟我公知 說什麼時機可以進去 我現在要從後門去嚇我舅舅 我聽到他們的聲音了 我都在想一想 我要進去 好 然後那個綠色的吃到的 新年快樂 大舅舅 是真的假的 喂 你的表情 是真的假的 是演出的 還是怎樣 好啦 這支影片要結尾了 夏家人 企劃成功 大家都被嚇到了 就除了那個小舅舅 沒有被嚇到之外 好啦 那就這樣囉 新年快樂 掰掰 這支影片要結尾了 那麼就留在那裡 我已經在捕啦 那就用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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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樂 好看 甚至於有些人 有些人 快樂 謝謝你們到回啦 開始啦 1 2 2 不要讓你知道得到何錢 欸 欸 起床!起床! 起床! 起床!